孝敬父母是每一个子女应该做的事,也是身为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,但有些时候,你会发现这个道德背后往往也会隐藏着一些令人寒心的现实,因为在某些父母眼中,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可以被称为孩子,他们会根据性别给自己的孩子分门别类,然后再区别对待。 被优待的那一方即便什么都不做仍然可以是他们的掌上明珠,被轻视的那一方就算倾尽全力也换不来同等的疼爱和关怀。 众男轻女这区区的四个字,承载的却是一个孩子不被认可的一生。 吴女士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,家庭美满,儿女双全,丈夫有稳定的工作,自己经营着一家小超市,在这个地理面积不大的小县城里也算是有点家底的人家。 吴女士没有多大的愿望,只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能大学毕业后顺利找到工作,也不枉孩子们辛苦读书一场。 可是,意外之所以称为意外,就是因为她有不确定和不可预知性。 在吴女士刚过完45岁生日后的第三天,她在老家的母亲就因为脑出血晕倒了。 父亲早年间就因为一场严重的车祸去世了,家里只有母亲和一条老黄狗。 事发突然,是老家的邻居打电话给吴女士的,吴女士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差点连电话都拿不稳,慢慢冷静下来后才跟丈夫一起开车回老家接母亲去医院。 脑出血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,而且老人之前就有很严重的颈椎病,再加上这次突然摔倒落地时的姿势对颈椎造成了不小的压迫。 在这两种病的共同作用下,吴女士的母亲彻底瘫痪了。 虽然医生也在尽力医治,但送病人来医院的时机确实有点晚了,最后的治疗效果就有点不尽如人意。 医生又说如果细心照顾,并且按时检查的话,病人的意识还是有恢复的可能,虽然不如之前那么健全,但还是能进行简单的表达。 吴女士看着说不出话的母亲,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,她在思考要不要把自己的母亲接回家。 从心底里讲,她是有点不愿意的,不愿意让母亲住进她现在的这个美好的家,因为这是她辛苦经营起来的,跟当初那个偏心弟弟冷落她的母亲没有半点关系。 这是吴女士的难言之语,也是她不愿意提起的往事。 小时候,因为自己是女孩子,又加上是第一个孩子,所以母亲总是格外喜欢使唤她干活。 有时候父亲替她辩解几句还要被母亲回怼,渐渐地父女两个人只敢私下里抵死关怀,后来弟弟的出生直接加剧了这种不公平对待。 母亲的重男轻女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峰,甚至提出不让吴女士上学,而在家里拉着弟弟的想法。 吴女士哭着求了母亲很长时间,母亲才松口说只让她读完初中。 吴女士战战兢兢地读完了初中,后来因为成绩不出彩,达不到高中的录取线,多重压力下吴女士不得不停止了学业,开始了打工生活。 打工挣的钱有一半要寄回家里给父母,还有给弟弟学费,甚至还得提前给弟弟攒大学的学费,吴女士在外面也过得很艰辛。 也许是上天垂帘,吴女士因为一次独特的机遇认识了现在的丈夫,弟弟也长大了,有了独立能力,生活这才慢慢停止了对她的迫害。 吴女士收回思绪,给事发到现在还不知情的弟弟打了电话,那边回复自己会晚点过来。 医院收费很贵,而老人又没有继续待在医院的必要,吴女士跟自己的丈夫商量之后,又独自沉思了一会,最终还是选择把老人接回了自己家。 她对自己不好是她的选择,可自己身上流的还是她的血,吴女士不想让自己心里留下任何遗憾。 善良的人总是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割舍不断的亲情和过于早熟的思想成为了套在吴女士身上的枷锁,上面挂住的是她谢不下的担当。 弟弟的工作单位在临省,回到吴女士家时已经到了半夜,她匆匆看了一眼母亲, 吴女士告诉她自己会先照看着,弟弟点了点头,第二天早上就坐最早的一趟车回去了。 她患对人是一种慢性折磨,让人看不到希望,但又会给人希望,这种感觉对病人是,对照顾病人的人也是。 吴女士这一照顾就照顾了母亲六个年头,日夜不停,端使擦尿都是亲力亲为,就连母亲的那三千银丝都被她梳得整整的整齐齐。 她给予了她作为长辈所有的体面和尊重。 母亲临终前的回报却像是狠狠扇了吴女士一个耳光,把她这六年的付出都踩在了脚底下。 这六年里,弟弟只看过母亲五次,哪次的理由都是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,最后一次是母亲厌弃的那天。 那天的夕阳格外灿烂,把吴女士家里的墙壁都染得昏黄,在两年前已经能开口说话的母亲满含眷恋地看了一眼金黄色的窗外,然后把目光一道跪在床边的儿女身上。 一二,老人气热油丝,我陪嫁的箱子里最底下有个袋,袋锁的包包,吴女士擦了下眼泪,爬到老人身边问道,妈,要我给您拿过来吗? 母亲的眼珠转了两下,意思是不用。 吴女士看懂了之后,继续说道,嗯,我知道了,您接着说。 老太太吸了口气,缓缓道,那,那里面的,两万块钱,你,你就拿着,那两套,房子的房产正旧,就给你弟吧。 吴女士的眼泪瞬间凝固在脸上,她觉得自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,时,什么房子。 转头看向弟弟,弟弟也一脸不明所以。 老人的气息非常微弱,几乎是在湮灭的边缘,撕扯道,你,你爸的赔款。 还,还有你的钱,我,我没花。 所以,就,就买了房,这些几乎连不成一句完整话语的词汇给了吴女士当头一棒。 她一下子跌坐在地上,无边地位驱从四处蔓延而来,最终会在她心间的堤坝上,把那个地方冲得溃烂不堪。 原来,原来她这些年的所有就值两万块钱,吴女士突然很想当场发疯大笑, 笑着世间人心淡漠,笑着苍天如此不公。 母亲的葬礼是在老家办的,那天下着大雨,四处漏风的灵堂里吴女士哭得声嘶力竭, 旁人只当她在伤心亲人的离去,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到底在伤心什么。 芝根在心底,跨五十年的压抑自卑,终于在这一刻得到宣泄, 吴女士感人肺腑的哭泣声里掩埋的是一个彻底被解放的灵魂, 她无愧天地,无愧自己,她终于自由了。 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会觉得孩子是自己的附属品, 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,反正联系亲情的那根纽带又不会断。 但他们忘记了,哪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人, 是人就会有思想,就会有自己的人格。 人格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易被操控的东西, 希望所有的父母都能反思自己的态度和行为, 不要让幼年的不公成为后来追悔莫及的伤痛。 一,老人对待子女,应该赏罚分明到了老年, 如何评判子女的表现其实很简单, 就是陪伴和照顾。 能一直陪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子女, 才算是真正的尽效, 没有实际行动说得在天花乱坠以时空谈。 可有些人就是不明白这一点, 他们会任性地给从小就偏爱的孩子找各种借口, 从而原谅他们的缺席。 对真正守在身边的孩子置入网门, 觉得他做这些都是应该的, 这是他的责任。 这种罔顾事实的做法会让真正浮出心血的那个孩子寒心, 如果心思比常人敏感, 有可能会在老人去世后还会心存芥蒂, 放不过自己。 这是一种很过分的行为, 人人都有私心, 但在让你的私心发挥作用, 请钱务必明白一个道理, 每个孩子都是被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 他不是主动出生的, 既然你给了他生命, 那就请对你带来的生命负责, 不要让无辜的人因为你的私心而去承受本不该承受的伤害。 所以, 人到了老年, 经历过生命的璀璨和繁华, 就更应该对后代负责一点, 在泥流之际给他们应有的对待, 好的要夸, 不好的要说, 不要让真心付出的人留下遗憾。 二, 糊涂的老人才会众儿轻女。 世界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, 没有人会永远停留在刚出生的那个样子, 女儿未来的发展也不一定就会比儿子差, 重男轻女的那套观念早就应该被掏弃。 明智的老人会从儿女身上发现优点, 看到他们的可能性, 会期待变化的来临, 只有糊涂的老人才会用一成不变的传统思维去审视儿女。 风云即变, 最难揣测。 请对未来内心一点, 对儿子和女儿赋予同样的尊重, 让他们能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是有价值的, 自信会给一个人想象不到的能量, 而这些积攒起来的能量终有一天会让一个普通人散发出光彩。 等到那时, 自然会有源源不断的回报返还到你身上, 抚慰你当初的辛劳。 所以, 请尽量做一个明智的老人, 让儿女的未来可以因为你而更有成就。